大家好,我是Dan 5月份将与Sight的经纪公司P Nation一起进行男团选秀节目的JVP娱乐 最近因为又申请了新的商标权而引起了网友们的关注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我们现在就来看看 3月12号JVP娱乐申请了这个商标 Squad?Squad?要怎么读呢? 而在3月29号召开的股东大会的时候 有股东们就提问了关于Squad的事情 当时JVP娱乐的有关人士只是表示 目前还无法回答 但是因为在2019年初有网友们发现的 JVP娱乐注册一级商标权的时候 JVP娱乐也是表示过目前无法回答 但是过了几个月一级就出道了 而且JVP娱乐也对股东们说明 今年会专注韩国市场的活动 所以很多网友们就猜测 JVP娱乐今年会推出新的团体 或者是 这应该就是一直都没有推出小分队的 Twice Stray Kids的分队名 我们来看一下韩国网友们的留言 应该会是Twice小分队Kiki 语感很像是Nan Idol 如果是分队应该是Stray Kids的小分队吧 这是把英文单词Squad的A换成了4 所以应该是4人组合吧 是Twice吗 Twice是2 Squad应该就是4 乐团的可能性比较大 女团应该是明年 今年会专注于一级的 拜托是Twice小分队吧 名字不好听 希望不是小分队 还有人说会不会是有机食品试验 JVP真的很喜欢在团体名加上数字 2PM2MK76 Twice也算 所以大家觉得 Squad是新团还是小分队 再或者是有机 不是不是不是 再或者是其他试验呢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下一个消息是 在Playbookers逆行大红之后 很多粉丝们都希望 因为笑容像Gobuki 而有Gobuki抓之称的Yu Zhang 能够代言Gobuki 结果 Yu Zhang真的成为Gobuki的代言人了 昨天 好练有对媒体表示 透过这次的签约 将从5月开始生产 在包装上有Yu Zhang照片的限定版产品 还会有Yu Zhang的特别小卡 而限定版将会在网络上限量贩售 我们来看一下网友们的留言 哇 太适合了 要去买乌龟饼干了 是真的啊 还以为是愚人节前一天 谁在开玩笑呢 恭喜恭喜 希望以后继续走代言路 今天最后一个消息是 不是消息 而是想对大家说一下 因为最近有很多人留言说 影片很有趣 但是结尾很恶心 所以以后就打算不做结尾了 真心的谢谢 一直以来支持结尾的 粉丝们 路人们 黑粉们 好的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 我们下支影片再见 拜拜 by bwd6